追悉美式消防女救护员赖文丽 日前她执勤的时候 遭到酒驾男子撞击 左脚伤重截肢 经过两个礼拜治疗休养 赖文丽出院了 她从原本的外勤工作 现在转任内勤 目前行走也必须要依靠拐杖 而谈起这一起改变人生的意外 在镜头前表现坚强的她 还是忍不住速度哽咽 双手用力阻着拐杖 一步一步往前走 遭酒驾男子撞伤 截肢的女救护员赖文丽 14号晚间出院 谈起这一起改变她人生的意外 坚强的赖文丽哽咽了 因为需要用两只手去撑着拐杖 所以就是 没有办法自己去拿东西 需要同事的帮忙 然后因为拐杖行走 所以变得重心会很不稳 以前在浴室的时候 不用担心会滑倒 可是现在的时候 只要地上一只的话 就会担心会滑倒 生活起居的巨变 行动的不变 附近的辛苦 赖文丽强人泪水 坚强面对 尽管肇事的诚信男子到医院道歉 对她而言原谅 没办法接受 因为我不像以前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不再像正常人一样 因为我之后 之后 说不定跑步都会有问题 原本在二重分队担任救护员的赖文丽 经过半个月治疗休养 已经出院转任大队内情 镜头前她坚强地带着微笑 谢谢大家关心 但对于肇事者的过错 她真的真的很难释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北市采访报道